哈喽,欢迎来到羊驼吃丸子 这部影片是单攻百岳自家羊大山的记录 自家羊大山位在台中市和平区 属于雪霸国家公园所管辖 需申请入园证才能前往 单程8.3公里需要爬升1700公尺左右,非常抖 单日来回大约需要12小时的时间 沿途没有什么困难地形 基本上就是一直上坡就到了 如果你也想爬自家羊大山的话 就一起看下去吧 想看更多登山记录记得先订阅哦 我们前一天晚上先在桓清宫住宿一晚 棉被很温暖,大家都睡得不错 冰晨3点我们就出发咯 要开头 哈哈哈 狗狗 对狗狗 喔,西马 嗯,我怕不是在登山脚 不够了 等你脚就能到了 好 我登山口我登山口 好 我们就在这边后面 靠你这场 OK 喔 先点咯 喔 這次應該要說一些什麼我們在登山口之類的 看 準備出發 對 準備出發 3點16 我們要出發了 好可愛喔 他還用那個小燈燈 好 好 Ay 我們拍個合照吧 好好好 大家明天都要上班了 現在已經快到六點了 剛剛都沒有錄 一個是因為很暗 第二個主要原因是因為很陡 所以很累 都沒有錄 總之就是 一路都這樣子 倒上 超激動 好 繼續加油 好夠喔 喔 配恐怖的 到底沒頭 其實風景蠻好的 現在發生已經快一千了 來到一個 比較平的路 現在發生已經快一千了 真是太好了 天氣超好的 我們到5.8K了 耶 看到瓢帶熱 對 啊真的嗎 剛剛在休息 但因為太冷了 所以 我們休息一下就 繼續走了 對 但是 現在一出發之後 又覺得腳好痠喔 好痠的啦 好痠的啦 好冷喔 超冷的 現在時間是7點半 我們已經到6.5K 已經抖上1100多 所以剩下 500多 很好 雖然腿有點痠 但還沒有到要爆掉 還好慢慢走就會到了 GoGo 現在到6.6K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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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抖 可以 我也是走一下 修一下 用自己的步道慢慢走 不過我覺得 智駕陽的好處就是 路線很 單一 就是一直抖 沒有什麼地形 所以 走起來 就是可以 無腦走 雖然說 好像喘的時候 我也是覺得 好累 堅持下去 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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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是 還會 真的 要是 它 有 不 有 不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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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好冷喔 耶~~ 好 耶~~ 到山屋了 感覺裡面很溫暖 喔~~很新耶 喔好溫暖 我現在要去上廁所 廁所是一個小房子 真的蠻可愛的 因為反而還不知道什麼問題 我覺得應該還可以 這廁所也太高級了吧 我們現在從飄斷山屋要到山頂了 我們現在從飄斷山屋要到山頂了 耶~~ 可以說耶 哈囉~~ 出太陽了 沒跳舞 感覺到 還沒真的到 真的很感人 好累喔 對啊 我以為你們都不會累耶 開什麼玩笑 來 過來吃 這感覺 真的嗎 可以分給我嗎 謝謝 太好了吧 走了 耶~~ 我們到了 耶~~ 還有一個制高點 好 等一下再去 我們現在要去自家洋的最高點 我們現在要去自家洋的最高點 哈囉~~ 阿姨現在是別人 對啊很遠 雪劍縱走 到了~~ 最高點 也是滿船的 來吧 好 在 豬 溪 平章 比較說 從這裡 我們 在 自家 揚 大 我 很高興 耶~~ 好消桑 有個成功 我們要離開芝加洋大山了 耶 掰掰 沒錯 其實還超遠 才剛開始 沒錯 才剛開始駕駛 特別說要等著 對 現在11點多 就有點起霧了 不過沒有到 很熱或是很冷 今天一整天天氣都是這樣子 穿一件登山服就差不多 只有停下來休息的時候 會比較冷要穿外套 現在是快樂下坡 雖然我覺得下坡隔三個小時之後 就會覺得很痛苦 但很好 整段路走起來沒有我想像很可怕 我昨天在環境中睡覺的時候 還覺得很緊張 還好今天順利上坡 今天上坡是阿山的時候我最怕的步驟 今天順利完成開心 好 今天一隻無自信的下坡 我是一個地方很倒落差很久 比較平的就會覺得很開心 現在6.5K OK 還有這點OK 好 加油加油 好快就回到營地了 好棒喔 有一段是這樣子的平路 偏向平路啦 就會覺得很開心 5點4K 都要抖下了 自家人真的就是 你怎麼抖上上來的 你就要怎麼抖下去 因為我會跟你開玩笑的就是 就是抖 除了抖沒別的 但我覺得最抖是一開始 過3點1K之後 那時候最抖 接下來是有抖跟有 相較之下比較平的坡 然後也不用看怎麼路 幾乎不會迷路 你就抖上去拍照展望 然後再抖下來 大家要做好膝蓋的保護 好 繼續努力 登山帳超級重要 一定要記得在登山帳 上坡下坡都好用 這不是業配 上坡的話我是絕對不可能 跑起來的 但現在下坡 就覺得還可以 欸 又到一個布莊了 我們到5.3K了 5.3-3.1 2.2 比較累的路 剩2.2了 過3.1之後 就是比較輕鬆的路了 現在拍超漂亮的 在松貞地要小心滑倒 像我剛剛就小心滑了一下 還好沒怎麼樣 不要貪快 慢慢走 現在已經到4.7km左右了 所以抖的部分剩一小段了 其實我覺得如果想要體驗一個人爬山的話 自家養還蠻適合的 因為沒有什麼困難的路 走走走走 好 這邊有個斗 這裡是一個完美的營地耶 太棒了 只要重張 走上來才能扎營 YA 再一點多桿梨 太好了 繼續加油 這裡有個自家養山之門 我自己去的也 就這樣 YA 好像小時候在玩那個遊樂廁所 YA 天氣超好 這裡是4.1km附近 超陡的 早上來的時候還沒有原料 所以不知道這麼快 真的很陡 一路陡陡陡陡 不過已經剩不到一公里了 現在太陽超大的啦 真的是會曬傷 或塗防曬 但感覺還是回去要防塗蘆灰 好 現在離抖下 剩下不到300公尺了 YA 好開心喔 已經可以聽到很大的水聲了 感覺可以跳下去游泳 要不要主持一下 3K 再一個小時 go 出門 很棒 哈哈 哈哈哈 這是上坡嗎 可怕了 木棧橋 下面是河流 自家養山號棧橋 現在只要大概在半小時吧 就會到 就會到 吊橋了 太棒了 其實有點危險 我記得前面還有一棟 雞流泛舟 雞流泛舟 呵呵 感覺會卡碎 快結束了 哈哈 什麼鬼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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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死 對啊 欸 欸 褲子都被噴死了 好欸 YA 大家可以來 我們 YA 我們回到吊橋了 好 我們現在要過吊橋了 哈哈 很像一個什麼結界之類的 可以一人講一句心得 我把GoPro傳下去 比想像的輕鬆 覺得很開心 還蜜 走完這趟之後 腳不癢了啦 呵呵 此生不再來自家養 呵呵 喔 走到腳偷筋 真爽 喔我知道我知道 我想到一首歌 其實並不難 其實很簡單 來吧 呵呵 來吧 好好 嗯 要說什麼 終於出來了 累死了 好累 給你 欸 換你了 耶 耶 登出 第四角 又看到你了 小黑 小黑耶 小黑耶 他搖我的鏡頭 你要喊什麼 你要怎麼轉 我會這樣轉 那我可以這樣 然後大家就跟著轉 好可以 那要先說我們在自家養大山 我們等一下會不會跌成腿 對 看成腿 看成腿 我們在自家養大山 有 右階 在後面 class 又是 有 在口氣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